嗨 我是巧克力 今天呢要來開箱超商的隱藏版 預購美食 那今天總共呢有四款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請記得訂閱關注我們youtube頻道喔 那我們影片要開始囉 首先第一樣呢是我們的梅花肉圓 這個是芋頭口味的 是這次Seven芋頭季的預購商品 超香的 然後它還有富霸碗的醬 它裡面的肉其實蠻多的耶 它芋頭的味道是淡淡的那一種 然後裡面還有一塊一塊的芋頭塊 它皮的部分很Q 平常一般外面賣的肉圓都是炸的肉圓 但是它這種肉圓呢是用清蒸的 所以吃起來不會有負擔 搭配它的醬汁超好吃 我覺得這一款跟外面的清蒸肉圓有得比耶 它的肉很香 其實它裡面的餡料喔 有50%是肉 50%是芋頭 所以它的肉的量其實沒有到很多 但是可以吃到很多很多的芋頭 如果喜歡吃芋頭的話應該會很喜歡吃這一塊 所以一顆才一百開 其實我覺得這個熱量不高耶 那第二樣呢 是這個全家的柴犬的紅豆包 它一包裡面有四個 一包要220 但是它真的超可愛的 做得很像 我之前有去花蓮吃過一間柴犬包 其實它那個柴犬包一個賣七八十塊 其實這個賣55而已 其實算還可以啦 它裡面的紅豆算很多耶 它的紅豆很香 但是不會太甜 不過它皮的部分有點厚 我覺得這個真的好吃在它的紅豆餡耶 不會太甜 然後它還有一些紅豆顆粒 這個真的是可愛又好吃耶 這小朋友的話一定非常的喜歡 那第三樣呢 是三文字冰淇淋 它除了巧克力口味之外 也有其他口味 那我是買巧克力口味的 那它這樣一個呢 是60塊錢 它外面包的那一層居然是胡皮蛋糕耶 這好像是日本進口的樣子 它除了巧克力冰淇淋之外 還有巧克力蛋糕耶 哇賽 它巧克力超級無敵濃的耶 而且它巧克力屬於花生巧克力 很香的花生味 這款應該是我吃過最好吃的 巧克力冰淇淋蛋糕吧 而且它裡面還有一些堅果顆粒耶 我覺得這一個60塊 實在是超級CP值高的 這層次感真的是很厚耶 而且它除了花生醬之外 還有很濃很濃很濃的巧克力醬耶 這款真的是超級無敵推耶 這好像還有草莓口味 我覺得如果喜歡吃草莓的話 一定要去買看看 因為它冰淇淋的部分 真的是好吃的冰淇淋 那最後一樣呢 就是我們的小饅頭 那這個呢 也是Seven的 預購商品 那它呢就是這樣一包 它總共有六種口味 然後一種口味呢都有四個 所以它一整包呢是24顆 那我們先來吃巧克力口味好了 這饅頭吃起來有點乾 不過有淡淡的巧克力味 這個如果搭配牛奶的話 應該會比較好吃 這一個是抹茶的 嗯 抹茶的味道比較重耶 有種靜鋼的甜抹茶的味道 喜歡吃抹茶應該會蠻喜歡的 這個是紅麴的 紅麴口味的話比較吃不出紅麴味 但我覺得它小饅頭還不錯吃 只是有點太乾了 可以搭配牛奶一起喝 這個是五穀的 它裡面堅果還蠻多的耶 這這樣小小一顆蠻方便的 這種上課如果偷吃東西 就是偷撒一顆這樣 這個是桂圓紅棗的 就咬到後面的時候才會有 淡淡的桂圓的香氣 有種很養生的感覺 最後一個是沖繩黑糖 我覺得黑糖是這六口口味第一名耶 這個黑糖沒有像其他小饅頭一樣 用像螺旋這樣一層一層的 所以它吃起來呢 口感比較軟 比較沒有其他小饅頭那麼紮實 這一款呢 也比剛剛的小饅頭 口味還要甜一點點 好囉 那我們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關注我們 並且追蹤我們的IG 然後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